Meter Platforms同意支付9000万美元 以了结一项长达10年的隐私诉讼 该诉讼指控Meter在Facebook用户 退出社交媒体网站后 仍在跟踪他们的互联网活动 根据当地法院 向加州圣河赛的美国地方法院 提交了初步和解方案 该方案需要法官的批准 该协议还要求Meter 删除其不当收集的数据 有指用户指控Meter 使用插件存储Cookies 当用户访问 含有Facebook点赞按钮的外部网站时 Cookies会跟踪他们 这违反了联邦河州的隐私和切听法 据称Meter随后将用户的浏览历史 编入个人资料 再出售给广告商 由于该案件在2017年6月被驳回 但在2020年4月被联邦上诉法院重新提起 该法院表示用户 可以试图证明该公司不公正的获利 并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Meter随后试图说服 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此案 但没有成功 据和解文件显示 该公司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但为了避免诉讼成本和风险而达成和解 Meter的发言人 Drew Poussatary表示 和解符合我们社区和股东的最大利益 我们很高兴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原告的律师计划 从和解基金中收取最高2610万美元的律师费 占比29% 这起诉讼始于2012年2月 此外Facebook还面临其他隐私投诉 有止于2019年7月 该公司同意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项和解中 加强隐私保护 并支付50亿美元的罚款 周一 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起诉Meter 称该公司未经用户许可收集面部识别数据